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风险投资公司IDG的负责人 昨天在广州举行的一个金融论坛上表示 他看好中国金融中介业务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将走向综合金融企业的大金融时代 保险中介将从整合保险、银行和相关的金融产品为契机 利用本身的金融渠道及专业代理人机制 为国内外新构金融企业服务达到多赢 感谢观看